在黑暗的囚房里一名手无腹肌之力的女人旁边围满了男人 他们拿着高压水枪扫射着女人笑得满脸横绕 嘶吼不顾女人痛苦的哀嚎 高压水枪下的女人是什么身份 为何被一群标情大汉如此虐待 女人名叫歇斯 她被虐待的地方是一个女子监狱 歇斯已经被关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下室一年之久了 这次能被放出来是因为监狱来了新官员 她上任的那一天 监狱长命令所有的女囚犯吹奏音乐 欢迎新官员 在这个弱肉强食男尊女卑的监狱中 女囚犯们沦为了最低贱的玩物 新来的官员像打量猎物一般 毫无忌惮的扫射着这群女囚犯 他们却不敢有任何怨言 最后被押上场的女囚犯是被关押一整年的蝎子 她被倒在地看着已经奄奄一息 但下一秒她却起身一跃 拿着锐气刺破了监狱长的脸颊 监狱长吓破了胆 她身边的小喽喽更是吓得尿了裤子 要说大家为何如此畏惧蝎子 那是因为这名沉默寡言的女子 曾戳下过监狱长的眼睛 她形势阴狠熟辣 也是女子监狱中最受崇拜的人 女囚犯们看着出境阳相的监狱长 兴奋的奏起音乐 扒光了男人们的衣服 场面一度失控 最后狱警们开了几枪 才阻止了混乱的打斗 监狱长遭此大辱 气急败坏 她决定惩罚所有的女囚犯们 去山上扛石头 至于特殊的蝎子 她有更加狠毒的对策 既然蝎子是众人崇拜的对象 那么她就要让她在球友面前 颜面尽失 监狱长找了四个标情大汉 在众目睽睽之下 轮番羞辱了蝎子 惩罚完这群女囚犯 监狱长就准备把他们带往刑场 在球车里满身伤痕的蝎子 竟遭到了殴打 他们看不起被侮辱过的蝎子 轮番对她选打脚踢 没过多久 蝎子就嘴角流血 昏迷不醒 一个短发女孩吓坏了 她的呼喊声吸引了开车的两名预警 他们停车走进后备厢查看 却不曾想这一切都是蝎子的阴谋 她全程都在装死 找到机会 拿着铁链勒死了一名预警 至于剩下的那一个 立即就被其余的女囚犯包围了 她的下场可想而知 等到监狱长赶来时 只看到两具鲜血淋漓的尸体 几个女囚犯早就无影无踪 他们逃往一个荒凉的村庄里 饿了就打死野狗吃狗肉 累了就躺在茅屋里休息 晚上蝎子一行人在房间里休息的时候 突然听到外面迎风阵阵 房门都被吹得大开 走出去一看 一间小屋突然倒塌 在废墟中 他们看见一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 奇怪的是 这个老妇人嘴里喋喋不休的 念叨着咒语一般的话 手里还举着一把尖刀 蝎子很疑惑 这荒山老林中突然出现的老妇人 接下来的事情就更诡异了 蝎子全程目睹老妇人的离奇死亡和消失 在临死前 老妇人把自己手中的匕首给了蝎子 蝎子拿上匕首开启了下一顿逃亡 女球犯们撑着竹法漂流而下 不知过了多久 他们看到远处的一个小镇 所有人都激动极了 真意味着他们又能有个落脚休息的地方了 蝎子和女球犯们找到一间小屋休息 别的女人都在幻想着这间屋子里的男主人 只有蝎子注意到了辫子姐偷偷出了门 夜黑风高 她孤身一人是去做什么 原来这个小镇是辫子姐的老家 她这么着急是想回家看看自己的儿子 本以为一番波折后能和亲人团聚 可就在她刚回家抱着孩子痛哭流涕时 监狱长一等人却早就已经埋伏在此处了 他们带着孩子威胁辫子姐 让她说出别的女球犯身在何处 为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辫子姐只能带着玉井去往女球犯的毕生之处 但这一切的阴谋诡计都瞒不住蝎子 她早有察觉偷偷躲在暗处查看敌情 等到监狱长派人来逮捕他们的时候 蝎子和别的女球犯里应外合直接杀害了玉井 等到监狱长长到小屋时 缝间里只有悬挂着的一具满身鲜血的尸体 逃离监狱长的魔爪后 蝎子带着剩下的女球犯们翻山越岭 寻找下一个安身之处 在中途休息的时候短发姐内极方便 等她提裤子起身时 三个男人虎实淡淡的叮嘱了她 这种眼神对于一个弱女子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果不其然在这荒郊野岭 三个男人在瀑布边侮辱了短发姐 等他们结束之后 发现短发姐已经命归西天 男人们心狠手辣无所畏惧 干脆把短发姐的尸体扔向瀑布 分量的瀑布瞬间变成鲜红色 女球犯们看见立马知道短发姐已经遭遇不测了 他们像恶狼一样疯狂的奔向三个男人 把他们挟持到一辆公交车上 女球犯们折磨完三个男人 竟还嫌乐趣不够 又将枪指向了车内的乘客 他们面对普通百姓毫无怜悯 心里全是复仇的快感 蝎子冷冷的看着这些疯狂的同伴 依旧一言不发 只是拿着刀要挟司机往前开 直到他看见一处堵满人的关卡 车子不得不停了下来 堵在关卡的一等人不是别人 正是监狱长和狱警们 大姐头看着来者人多势众 竟然所有女球犯们把蝎子推下车当诱儿 因为蝎子是狱警们最畏惧的角色 大姐头拿着枪扫射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狱警 车还在继续行驶 这些堵在关卡的不再是狱警 而是两个老人带着一个孩子 便自己也看到这熟悉的面旁就开始发疯 这不就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吗 他不顾一切的下车狂奔过去 但迎接他的不是孩子 而是狱警们无情的子弹 伴随着一声气力的惨叫声 便自己也直接领了盒饭 这边的蝎子也被狱警们挟持住 在球车上蝎子遭到重人的唾弃 不过监院长现在还不打算处理掉蝎子 因为他还有最后的利用价值 监院长不敢接见那辆女囚犯们控制的公交车 就决定让蝎子去查看敌情 蝎子和手持枪支的大姐大面面相去 在对方的眼神中 他们都能感受到仇恨 蝎子回到监院长身旁 告诉他人质已经全死了 这下狱警们终于可以放心开枪 但事实上这又是蝎子的一个计谋 狱警们的枪林弹雨丝毫没有伤到女囚犯 反而杀死了三个赤身裸体的人质 女囚犯们躲在车里和狱警展开游击站 但就算女囚犯们再勇猛 双方人数和军火势力都相差甚远 没过多久 大姐大手里的枪也都没了子弹 这些女囚们沦为暗门上的肉 任人宰割 狱警们甚至不费吹灰之力 就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最后只有一个受了重伤的大姐大还活着 被蝎子上了球车 与蝎子关在一起 蝎子看着眼前这个 与自己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女人 却没有动手和他自相残杀 临行前 监狱长特意嘱咐狱警们 如果他们不听话 随时可以开枪杀了他们 原来一切都顺利 半路上狱警却要放蝎子出来散步 这不是找机会让他们逃跑吗 我不欺人 村门一打开 大姐大就咬动了其中一名狱姐的脖子 另一名狱警吓得仓皇而逃 却毫无退路 还没能反应过来 就被蝎子开枪打死 解决完这两个狱警 蝎子又开始了逃亡 但这一次 重伤的大姐大在半路就因为失血过多丧命了 不知过了多久 一扇透明的落地窗前 站着一名英姿撒爽的长发女人 她正聚精会神地看着楼下的车辆 忽然 她盯准一个目标飞奔了出去 此时监狱长正舒适地坐在汽车中 一个黑衣女人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 从她精致的面孔可以认出 这个女人就是蝎子 看见这个女人 监狱长顿时吓得屁滚尿流 蝎子拿着那把尖刀 又快又狠地刺穿监狱长 一刀不够又是一刀 直到监狱长浑身颤抖地死去 蝎子的报仇才终于告终 七个一起逃亡的女囚犯 最后只有蝎子活着 莫非森林中老夫人的诅咒 真的应验了 在这部电影中 所有角色已经没有是非善良的区分 男女警们可以随意凌辱女囚犯 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下 女囚犯的心理也逐渐被人的扭曲 所以在公交车上面对弱小的群体 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报复社会 所以比无期徒刑更可怕的是 他们的冷血与残忍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了 大家记得关注点赞哦